副總理王瑞傑強調 我國今天享有的和平與和諧 並非偶然 各宗教和群體都付出了努力 而社交媒體發達 給維持宗教和諧的努力 帶來挑戰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早上舉行了 大雄寶殿重建落成 全唐佛像開光盒 創臨85周年紀念三慶典禮 典禮嘉賓王瑞傑 讚揚居士林 維護我國宗教和諧的努力 他強調 虛假信息 會引發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 我國不時修訂和制定相關法律 對付傷害宗教和種族關係的人 但是法律本身 不足以維持宗教之間的和諧 更重要的是 我國的各宗教 珍惜多元社會的特點 互相包容 高度尊重彼此的信仰 與發展空間 王瑞傑說 為了加強社會凝聚力 本地各宗教團體 包括居士林在內 去年加入維護宗教和諧的承諾